你生活有什麼困難的喔 戴口罩刻意壓低貌嚴 快步走出派出所 他是遭悶殺姐弟倆的外公 全程不發異語 搭上賓室車離開 失去兩個寶貝孫子 更難過的是兇手 盡視自己女兒 第一時間發現明案的是他 嫌犯的閨蜜 三十七歲徐姓女子 兩人二十年前因為打工認識 感情非常要好 十三號閨蜜還跟他的前夫 帶餅乾去旅館探望三人 隔天早上閨蜜獨自前往 卻發現小姐弟倆已經斷氣 涉嫌在汽車旅館 殺害兩名親生兒女 三十七歲蘇星女子 被帶回警局 但他精神狀況不太好 手上還有疑似抓痕的傷口 是不是因為小孩掙扎被抓傷 還要進一步偵訊釐清 畢竟他怎麼看 都不像是會對骨肉痛下殺手 蘇星女子疑似是未婚生子 曾經在百貨公司 擔任美妝品牌貴姐 為了照顧臥病在床的阿嬤 辭去工作四個月沒有收入 期間他染上毒癮酒癮 疑似為了賺錢還當車手 多了詐欺錢科 對此教育局也回應 家長有替小朋友 請兩天試駕 說要到南部 學校原本就有通報 經濟弱勢的脆弱家庭 國小的姐姐申請學費減免 早午餐教科書補助 幼兒園的弟弟則是免學費 而社會局則表示有持續定期探訪 啟動關懷機制 如今疑似因為生活過不下去 母親節這天 帶著兩個小朋友上摩鐵開趴 這最後的家庭派對 整隻也成為小小生命的最後一天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